确实那么省很大钱就多了 接着听说你还蛮会省钱 也是很会守财这位混贤美女艺人徐伟宁 她的赚钱其实是有些成绩单可以看到的 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 她曾经挤进了最会赚钱模特排行的第五名 年收入800万 过去徐伟宁她一年投资大概是20万来买基金 但是在这次却是小胚出场 让她现在理财相对保守一些 那么收入至少有一半 她先把它存起来 一头俏丽短发穿着粉红色T恤 搭配牛仔短裤 艺人徐伟宁看上去青春甜美 也难怪被厂商向众担任代言人 徐伟宁赚功了得 演出偶像剧接走秀代言活动 让她2010年近账800万 几日最会赚模特儿榜的第五名 我基本上其实很少在花钱 如果没有很热的话 其实我都开电风扇了 不然就开窗户 我觉得让那个空气循环一下 就是可能省的部分是电费的方面吧 即使荷包这么满 就只把钱花在刀口上 是为了理财观念相对保守 赚的钱有一半到三分之二都存起来 剩下的当作零用金和生活费 之前有买拉丁美洲基金 然后其实都是我阿姨在帮我管这些东西 那我就是负责一次会20万20万给她 然后是每个月每个月去扣的 那到底我听我阿姨说之前是有小赔一点 原来是因为过去曾经一年投资20万买基金 却被套劳还小赔卖出 让史伟宁赚的钱宁可通通放定存 比较安全 因为他们都是在万华区嘛 然后我其实买房子我应该也是会选那一区 因为他们比较熟悉那里的环境 对 预算在多 我的预算大概在1900 孝顺的史伟宁也曾经想砸2000万 在台北市万华区买房 只不过今年来房价高涨 让史伟宁打退堂股改变新意 不急这当有壳一族 区域对我来讲真的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说真的要投资理财的话 也要房价开始跌 然后你才能下手啊 自己觉得是我想要再等一下啦 对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买房子不是一件这么 这么可以立刻就是把钱拿出来的事情啊 所以对 因为我也不急 所以我就慢慢看 方伴投资不掉 如今的史伟宁理财更加小心翼翼 毕竟在万物其涨的时代 能守住一点是一点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